大连一方后方核心已经浮出水面,防守强汉未来可挑起球队后方大梁自从葡萄牙裹脚峰特确认离队后,大连一方中后卫位置上可以依靠的球员,除了受伤的王耀彭就是杨善平了,而新租界加盟的国安后方汉将近彭祥还在舒斯特尔的考察中,何时登场还是个未知数。 今年东窗,杨善平加盟一方后,一直饱受球迷的质疑,不过他却凭借着稳定的表现做稳球队的主力中卫位置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球迷也希望杨善平可以挑起一方后防线大梁。 其实杨善平一直是国内顶级的防守汉将,此前他也入选过国家队,虽然在国家队杨善平只有过一次出场记录,但可以入选国足,这就是对他实力的最好肯定。 而在辽足效力时,杨善平也为球队保吉立下赫赫赫战功,不过在专会到拳剑后,他并没有得到卡纳瓦罗的重用,所以在得到家乡球队的召唤后,他选择回到大连帮助球队保吉。 作为一名典型的东北汉子,杨善平性格豪爽,也懂得感恩,对于他来说可以在大连一方踢上主力,这本身就是非常荣幸的事情,而且他还是在球迷的质疑声中崛起的。 此前由于马林指导的存在,他也被贴上辽足迪戏的标签,但他被舒斯特尔重用成为球队后防核心后,无论在与恒大的比赛中,还是上伦宇和北华夏幸福的比赛里,他在后防的稳定表现,都得到了媒体和球迷的肯定。 目前大连一方保吉形势一,然非常艰巨,本周他们将在客场迎战保吉对手北京人和,作为本赛季的两支升巴马球队,人和的表现要明显好于一方,所以这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保吉路上的一场关键之战,大连一方的目标是至少在客场拿到一分,所以后防汉将杨善平的表现将至关重要,相信他的表现不会让球迷失望的。